校园打造一处新亮点 来看到是台中市东阳国小 原本是没有走廊的 那么学生呢 要台餐桶呢 都得淋雨而过 是非常不方便 因此市议员李文杰争取到了160万 打造了一处风雨走廊 不仅能够避雨 而且还有七彩缤纷色彩 取名为彩虹狼道 一条长廊上方遮蔽的屋顶 拥有七彩缤纷的颜色 阳光的照射下 还会在地板倒映出色彩 为在大甲区东阳国小的风雨走廊 焕然一新 让小朋友开心驻足欣赏 要台餐的时候 有时候会下雨 然后可以顺便帮我们挡风 然后又可以起到霉化的作用 我每次走这里的时候 都会观察一下 看看有什么颜色 然后阳光洒下来 也会倒映在地板 所以上下左右看 非常的华丽 这个光洒除了可以遮风避雨以外 其实也是一个美感场域的 一个很好的教学场所 每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那光线之间的变化 其实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现在推餐车 不是一件辛苦的事 反而是一件感觉很幸福的事 在老师的营道下 小朋友站在走廊上 望着上方锁出屋顶上的色块 东阳国小会需要新建风雨走廊 就是因为原先小朋友台餐桶 都会淋雨前往到教室 为了避免孩子滑倒受伤 向试园李文杰争取160万 并由学校老师共同设计出 具有特色能遮雨的地方 更取名叫做彩虹狼道 现在我们看到东阳国小这个彩虹狼道 可以说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 在我们校长跟我们主任 非常用心的规划 也争取了很久 终于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风雨 就是风雨狼道 可以说未来在我们东阳国小 未来的校舍 学生的生活品质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工程也一并将地下室重新整修 不仅让东阳的孩子 有一处安全及舒适的环境学习 也让这条彩虹狼道 成了当地新的特色打卡点